一群背包客这回来到了绿岛 走在村庄路上有一两只羊 以为附近的村民在圈养 应该会有怪味道传来 非但没有还意外发现一个奇怪的食感当 上头写着早餐下午茶 在网里头找 但没有餐厅 反倒看到一座座泥土湖的猪圈 民宅这时候走出来端着早餐的民众 还走进猪圈 一起坐下来大口吃着早餐 还好耶老板整体很干净 没有味道然后都想象不出来 老板阿三得意的说 这就是他们绿岛古时候 养猪养羊的地方 现在已经是古迹了 这地方的话 以前在后面你现在看到的建筑物 其实是绿岛最早期的 以前是养猪的养路的地方 那只是把它重新改建成 让游客可以在里面享用早餐 来可以休息喝饮料这样子 后面这都是已经古迹了 如果来到绿岛玩 想吃点有味道的早午餐 说不定跟着羊妹妹走 你就会有机会来到这里试试 在地新鲜食材的好味道 我们的早点有一些是搭配当地的食材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做的手工东西 包括手工面包啦 手工果酱啦 还有一些利用绿岛农民 还有农夫他们去种植的一些水果 然后我们把它采收过来 那给游客享用 绿岛也有这样的东西 东台新闻旅清采访报道 对吧 有点几兵是我们下期再见 你呢 是我们下期再见 好